很好奇的 我不看书很久了 前段时间有人批评说 我和马化腾没文化 很少看书 跑进办公室里面 在书架上都没书 办公室里书架放很多书 是自己看了吗 那是给别人看 觉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谁会在办公室里放书 我一进办公室 看人家放很多书的人 我基本就知道 十个里面八个字骗子 来 现在举手调查 谁的办公桌后面 有一整排书的请举手 并且看的人 来 你给我讲叫看的人 您升盘的两位 我说十个里面八个 还好有两个 哎呦 这两个例外 这两个例外 马云是老师 比较能讲 他明明就不看书 你就说不看书算了 他还要弄一套理论的论证 不看书有道理 这这这这 这个这个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呢 以前我看书 我是应该来讲是不少 但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最近我看了 重复看不断看的书 童子的能语 道德经 佛家 佛家的这个佛经 我觉得这三样东西 是我自受益最深 因为其实来讲 这些是真正人类的智慧 但我不看书 不等于我不买书 我书买了很多 家里放着 我一直期待着退休以后 慢慢看 这么多的书 只是不把它摆在办公室后面的书架上而已 你办公室里真没时间看书 公司付我钱 不是让我看书的 但是你看了书 也许能帮公司挣更多的钱吧 哎呦 要靠看书能够挣钱 给公司挣钱基本上完了 那那本书 那本书叫天方夜谭 绝对不能 如果看书 能够帮你公司做商人 做挣钱的话 麻烦就大 就等于吃猪脚 补猪脚 吃脑 猪脑补脑一样 那么其实这不能那么事故 我想先和马云